大家好,我是豪豪 今天剛健身完 我們就要來吃新葉的吃到飽 剛好健身房就在旁邊 相信這個場景大家應該有看過 兩萬大卡的時候 有一段也是在這裡拍的 之前疫情的時候 我們有做新葉的外帶 剛好也是健康廠這一間 我就想說等一下我吃完之後 看能不能夠拿到我的味噌湯跟紅豆湯 我今天是要吃新葉的晚餐 也算是我第一次吃 我之前是有開箱過他們的下午茶 然後印象中是這大家還不錯 所以我今天就想說來吃看看晚餐 我們已經有定位了 廢話物都說很快進去吃吧 走 今天練熊很脹 哇,因為剛健身完 所以特別的餓 今天應該會吃很多吧 給大家看一下還沒吃東西的肚子 有嗎? 好啦,那今天因為真的人很多 我只能挑目前沒有什麼人去夾的東西 我就每一盤吃一次之後 就再跟大家推薦說 我覺得這一盤 我覺得比較好吃的是什麼 因為之前我有來過下午茶 然後大概是兩三年前的試了 結果發現說我們今天兩個人 居然坐到包廂 不知道是因為被認出來還是怎樣 反正我看其他包廂都是四個人做 所以其實我還蠻想拍真實的東西 結果還是被店家這種特別的招待 我是特別的開心 謝謝店家 好,那我們趕快開吃 肥嫩的鮭魚耶,測一下 它是鮭魚肚,拿去烤 超油 鮭魚香還蠻不錯的 好,再來吃 手與鮮 哇 它那個外皮烤到非常的有焦味 有種炭烤焦味的香氣 好吃 豬肉 豬肉不行 烤魚下巴 哇 覺得非常的油亮 吃 好吃 魚下巴一樣非常的香 然後油也蠻多的 賊爽 因為我現在想到我之前去外套的時候 花了好幾千都吃不飽 現在就整個心情不一樣 你知道嗎 我們再來吃一下香魚 也是整條的 這盤呢,我覺得 其實都還蠻值得拿的啦 然後我個人會比較喜歡那個雞翅 跟這個香魚 對 好,那我們再趕快 去拿別的吧 又回來啦 各位 吃更多的肉 那我們現在先吃一下這個 哇,現切豬肉 涼掉了 不知道它放在那裡 切好結果還是涼的 不推薦 帶有一點甜甜的味道 應該是它刷的醬 然後再來吃一下現切牛肉 哇,這個也不行 很硬 很硬 也要不爛 現切系列的 都不太推薦 然後它這個牛肉 帶有一點胡椒味 我來再試一下牛肉捲 它裡面好像放了金針菇 韓國的金針菇 牛肉捲蠻好吃的 它那個牛肉是比較油的那種牛 培根牛 然後捲在這個金針菇上面 咬的時候會噴金針菇的汁 好,我們再試一下 雞肉跟這個香菇 還有這個白蘿蔔 它是一道菜 就是叫做什麼? 雞肉煮 試一下 這道菜雞肉有點硬 可能是煮太久太柴吧 就連雞腿肉也都很硬 但是它的香菇吸了很多 它的那個湯汁還蠻甜的 蠻好吃的 香菇好吃 白蘿蔔也好吃 雞肉就還好 再來試一下魚肉 這也是一道菜 試一下 這道它沒有寫 它叫什麼? 反正就是魚的尾巴 然後它是用那種日式的烹調方法 所以一入口的時候 會有一個很強烈的蒜頭味 然後吃多了有點鹹 它這個口味比較重 好,那我們接著大家繼續 因為我目標 今天要每個品項都吃到 好的,各位 我又回來了 現在第三回合 拿了一盤熱炒 所有的熱炒 就是直接在這上面 那我覺得 印象中 我可以印象 因為好幾年前來過 它的熱炒應該是會換的 所以今天吃到的 可能下次來 大家不一定吃得到 不過我就吃完這一盤 然後跟大家講 我覺得它是哪一個好吃 好,先吃水煮牛 它是四川的 我發現他們家的牛肉都不太好吞耶 就是 它的那個 不太好咬 咬不爛 不過味道它應該是為了 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所以它沒有到很麻 沒有到很辣很香 所以就 還好 那我來吃一下炒飯 炒飯跟那種 因為老店炒出來的很香 很油啊 然後很香 再來吃一下 炒青菜 炒青菜很脆 不錯好吃 然後再來是 苦瓜應該是炒鹹蛋 它是苦瓜 跟杏鮑菇的炸杏鮑菇 然後外皮有裹一點那種鹹蛋 還蠻好吃的這道 再來吃一下 不知道這是什麼 有雞肉 然後四雞肉 味道也不錯 再來吃一下炒麵 他們的日式炒烏龍 也蠻Q彈的 我覺得它的炒飯跟 就是它的主食啊 熱炒的話 都還表現不錯 大概是這樣 還有炒青菜 其他可以不用拿 好的 各位 拿了這個 所有的手捲口味 我都拿一遍 然後 對我覺得它唯一有差別的話 跟我之前在吃 其他家有些也會提供手捲 然後他們有些會 會用一個 會是烤過嗎 加熱 不過他們這一間的話是沒有 對 我們就直接吃看看 這應該是蝦子的先加 蠻好吃的 它裡面 我覺得是因為有加了一點的 他們的那種粉 所以它的那個味道 要有一點鹹甜鹹甜的 蘆筍 沒有很重的蘆筍味 因為它無筍只放一根 那我們再吃蝦卵 然後蝦卵跟鮭魚卵的話 它都是搭配白飯的 素飯的 吃一下 鮭魚卵 如果裡面一定要選一個的話 我最喜歡鮮蝦的 鮭魚卵跟蝦卵的話 因為本身它的那個鹹度是有的 所以吃起來會比較鹹一點點 醋飯可以再多一點點 然後去調和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好 但是又有些人覺得說 醋飯不要給我那麼多 其實就還蠻尷尬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蝦子的比較好吃 好的 我去拿了所有檯面上 可以看到的涼菜 那我也是印象中 上次涼菜 也沒有這些品項 有些是有固定的 像是白蝦這些 然後還有這個 九孔應該是固定的 那我們來吃看看 他們的涼菜 好不好吃 菇類 然後拿去醃製 它這個菇會脆 然後會辣 我很喜歡 很開胃 然後這個是南瓜淡沙拉 那種淡的沙拉 然後還有南瓜 然後還有馬鈴薯 甜甜的 然後一些蔬菜 涼的 喔很脆 哇白蘿蔔好吃 然後再來吃下茄子 嗯 還蠻鹹的茄子 然後再來吃一下冰涼的捲 然後它有兩款我都有拿 一個感覺裡面是 放鮭魚 煙燻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不確定 吃一下 哇 它放了生菜跟香蕉耶 好酷喔 那個香蕉是泥狀的 所以吃起來是 甜甜的 意外的 還蠻搭的 很有趣 我再試一下鮭魚人 鮭魚人不錯 再吃下九孔喔 然後它這個生食啊 旁邊都有一些沾醬可以沾 不過我覺得厲害的生食 就是什麼都不沾 看一下 能不能經得起這個考驗 哇 還行 但是它有點海的那種 欸 操車味 煙燻的魚片 滿甜的 然後這種冷的小物 不錯吃 清魚 雞肉 雞肉也是冰涼的 來吃一下蝦子 甜不甜 那我看很多人一剛開場 就直接把所有的蝦子都掃光了 超可怕的 因為剛開始人都很多 然後大家都很餓 這個蝦摸起來有點糊糊的 不過我們給它試一下 嗯 不會到很鮮 也不會到太不鮮 但是介於一個中間值 好 再來是其他的涼菜 這個我們有握壽司系列 然後對 我印象中 我上次吃外帶的 他們的壽司 雖然是很便宜啊 但是我吃起來也覺得 算是外帶裡面 最沒有讓我覺得驚豔的一家 先來試一下溫泉蛋 講壽司 然後就吃溫泉蛋 喔 它那個外皮的那個蛋白啊 是那種水波狀的 可是裡面的蛋黃呢 是卻有點像是 柴葉蛋的那種蛋黃 膩狀的 然後整體它是會辣的 有點辣辣的味道 上面感覺是少來七味粉 可是它還是會給你一個辣的感覺 再來試一下這個 冰涼的海鮮套組 它裡面有放 一隻蝦 然後蘑菇跟這個青花菜 試一下 然後上面好像是山藥喔 蠻獨特的搭配 不過我自己是吃的沒有那麼的習慣 好 我們再來吃一下 筆木魚鱗壽司 炙燒鮭魚鱗壽司 那他們這兩款鱗壽司呢 都不是現場分給你的 它是做好之後放在那裡 所以就少了一點 那種溫度的感覺 鮭魚跟這個 筆木魚的油脂味很香 我覺得他們的鱗壽司缺點好像是就是它的飯跟它這個肉比例的話 飯還是佔多一點點 然後因為它的飯呢 醋飯的那個醋味蠻重的 所以導致說你吃進去的時候 還是會有滿口的醋味 這花壽司也蠻好吃的 比較好吃啊 花壽司 土瓶蒸 土瓶蒸好像 哇 每次來這個新夜的話一定要喝一下 下午茶就有了 所以它的晚上獨有的東西應該就是插在那個現切的牛肉跟豬肉吧 對 土瓶蒸它就帶了一點那種裡面那種料的味道 有雞胸啊 然後哇 雞胸很柴 然後香菇啊 雞胸真的很柴 不過我是喜歡土瓶蒸它那個湯的味道 但是它的那種食物煮得很精華的味道 可以每一個都來一個嗎 謝謝 可以啊 好的各位 我們終於到 進入到了生魚片的環節了 那我們桌上都有這個醬油 對 然後把我們的芥末給它丟進去 然後它的生魚片種類很多 有鮪魚 鰭魚 黃金魚卵 還有竹甲魚跟紅甘 鮭魚 還有卵絲 哇 第一次講這個魚這麼的順 那我每種都給它拿兩遍 所有的生魚片都愛著了 直接吃起來 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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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魚卵 嗯 雞鰭魚 黃金 黃金 鰹魚 黃金 鰹魚 那這一盤呢 我會比較喜歡鮭魚跟紅肝 以及卵絲 對 鮭魚有它的那種獨特的油味 這樣子香 以及紅肝的話呢 也有 就是它不會吃起來 就是真的是只有魚肉這樣子 因為像是鮪魚跟鰭魚 我吃起來就比較單調一點點 它們兩個其實吃起來蠻像的 卵絲不錯 好 接著進攻炸物 好 那我們接著進攻到炸物啦 相信這支影片真的是非常的長 所以我長話短說 好 炸蝦 脆 然後粉蠻厚的 蝦子是細小的 所以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在吃粉居多 再來吃一下炸雞 大雞外脆內嫩 好吃 炸茄子 外面很脆 裡面有茄子那種軟度 然後卻沒有那種茄子的特別的味道 所以如果不敢吃茄子的人 應該可以接受 吃一下炸地瓜 它地瓜還是沒有炸到就是很熟 它裡面吃起來是半生不熟的地瓜 有點奇怪 而且地瓜不會甜 不太推薦 好 再來是 它們有三款湯點 然後這個是 鮭魚味噌湯跟 薑母鴨湯 試一下鮭魚味噌湯 好味 味噌的那個濃郁度 我覺得調的算是恰到好吃 喝起來很順口 貴肉的話 它那個肉的魚腥味會比較重一點點 那我們再試一下這個 薑母鴨湯 吃一下鴨肉 哇 它這個鴨肉其實沒有到很多啦 就是骨頭旁邊的那種小碎肉 其實真的咬不太起來 這個 因為現在今天剛好是 比較冷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喝一下還滿補的 它的薑母鴨的味道也很濃郁 上面有一層就是 很經典的那種薑母鴨會出現的油 下面才是糖啦 然後它還有放薑片這樣 配暖暖身子 好 那現在檯面上我拿了一個 壽起燒 然後牛肉湯跟茶碗蒸 這三款呢 吃完了是所有的鹹食了 牛肉精力湯 輕輕的那種牛肉湯 很清淡 然後帶有一點牛肉的牛味 其實喝起來還滿順的耶 牛肉呢也是一樣 維持著它們新業的水準 來吃一下茶碗蒸 蛋很滑 再來是壽喜燒 我印象中那時候他們也有外帶 就要200塊 然後配你一碗超級大的白飯這樣 還沒有放牛肉 然後大白菜跟這個蒟蒻 非常的壽喜燒 甜甜的 而且甜味居多 感覺真的要配一碗白飯 大白菜吸滿了它這個壽喜燒的甜味 如果以這個手咬店的飲料來說的話 它應該是甜度有到半糖的這麼甜 好鹹食都吃完了 來去拿甜點 然後再喝一下他們的鳳梨巴樂汁 那其實他們的飲料提供的種類還滿多的 有的還有還可以提供啤酒 對 他們唯一的果汁就是這個 今天的話是這樣 有巴樂的沙沙的那種感覺 好喝 好的各位 那我剛稍微看了一下 他們甜點櫃的種類真的非常多 然後我打算就是吃個三輪 然後每一輪都給它點就是一輪這樣子 好那我們趕快開始吃吧 因為它品香真的很多 所以名字記得不是很清楚 好第一個我們要吃的是波士頓派 鮮奶有沒有很膩 然後中間的這種海綿蛋糕 真的還滿蓬鬆的 那我們再吃下一個 然後它這個擺盤 真的是空間直接把它利用到完美極致 來吃一下巧克力的 這應該是古典巧克力 很紮實 然後巧克力會苦 我喜歡 再來吃一下 哇 不好意思我就比較 用手比較快 然後我都有洗手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這應該是巧克力蛋糕上面放了一個莓果 好 它巧克力沒有到很苦啊 然後上面的莓果酸酸甜甜的很特別 來試一下這個好像沒有講這個什麼名字 不甜甜的喔 糕 來吃另外一款巧克力蛋糕 這巧克力也不錯耶 都會苦喔 苦甜苦甜的 我覺得甜點就是要苦甜苦甜的 如果是巧克力的話 這樣才會有層次 來吃一下胡桃甘塔 可以嗎 喔 它是起司蛋糕 起司會很濃郁啊 哇 這應該是千層喔 看起來很多層 試一下 它奶味蠻重的 然後層層的是做得到還蠻到位的 不過 上面有一點水水的 我不是很喜歡 然後那剛拿的話呢 我會推薦大家拿 這兩款巧克力跟 有這個 這四個都可以拿 這都不錯 好各位 我們接著來到了中間段的甜點 奶酪區 應該是莓果奶酪 試一下 我發現它這個奶酪的底啊 還蠻有奶味的 而且是很濃郁的那種 上面的這個莓果 微酸 搭起來還蠻搭的 再來吃一下芝麻的 它是整個芝麻 跟這個奶酪做混合 你咬到芝麻那個一粒一粒的感覺 好 再來吃芒果的奶酪 這芒果醬有點化學 有點特別 還好 這應該是咖啡凍 吃一下 咖啡味很濃耶 很像那種 三合一咖啡 然後把它做成 凍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水果凍 就水果跟一個透明的那種 礙玉的東西 去混合在一起 再試一下烤布雷 布雷本體是還蠻濃郁的那種奶味 其實也不錯 上面的話就是 撒一點砂糖拿去噴 如果這一段的話呢 我會推薦大家拿這個芝麻的 芝麻的真的好吃 對 如果要選一個的話這個 哇 那各位 我們來到了 今天的最後最後的品項了 我這邊兩邊吃完的話 就是全品項製霸 除了一些飲料跟這個水果 我沒吃之外 基本上都介紹到了 好 直接開吃吧 應該是生乳捲 甜甜的 講廢話 然後它其實蛋糕還蠻蓬鬆的 巧克力的 巧克力的比較好吃 來試一下 這個類似一圈一圈的東西 有草莓的有黃色的 還有巧克力的 有點乾 喝一下他們的紅豆糖 它紅豆超級大顆的耶 飽滿 紅豆湯好喝 然後剛剛那三種顏色的東西 不太好吃 新葉的這個蜂蜜蛋糕吧 試一下 還行 然後再來是黑糖麻糬 它裡面是有花生餡的 黑糖麻糬 好吃 那我們來試一下這個香蕉派 有點像海綿蛋糕 這一盤要拿的話 我會拿這個QQ的麻糬 很好吃 除此之外 好像就沒了 然後紅豆湯好喝 哇 全部吃完了 那這下另外一半給攝影師吃 有一個紅豆湯跟那個味噌湯 可以外帶嗎 可以啊 謝謝 那我們順便做個結尾吧 結果湯是真的拿得到 今天我們一個人用餐的話是875 其實它晚餐的用餐時間是大概 今天是7點半嘛 然後到晚上大概9點半 然後他們就停止公餐 我覺得吃起來其實還蠻爽的 你不能拿這個價位跟這個 續集的來做比較 不過你如果今天想要花比較少一點的錢的話 來這裡吃我是覺得 低筆子算還蠻高的 對 那下次想要看我 開箱哪一間餐天記得 有點緊張告訴我 下次再見 等一下看我們拿不拿到 那個紅豆湯跟味噌湯 大家掰掰 因為他們要熟了 然後結果就只有紅豆味噌湯 對 然後他就給我補兩碗 還有一個 這個醋 果醋給我 要忘記給大家看我的肚子 好 大家掰掰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